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上解课呢 重点先大家介绍了 不是PRP统一接口中的 三个主要方法 一个是insert 一个是update 一个是delete 那比如说 像这个上解课的delete 除了咱们那个 删除一条和多条以外 可以配合Ware条件 任意的去组合条件 去删除 然后呢 也可以配合 old by和limit 配合old by和limit old by limit 删除 比如说最后 五条语句 它执行成功之后 也是返回影响 行数 如果一条语句 没删掉的话 那影响行数是零 也可以是作为 假值存在 所以delete 删除成功之后 会返回影响 记录的行数 可以作为 假值 直接使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 语句的用法 那这里边 前面这些方法 都看过了 那咱们再看一下 关联查询 咱们 下一个课 咱们再看一下 这些课 咱们主要看一下 qeriy 这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方法 前边的 所有的方法 所有的方法 其实组合语句 最终都是交给 qeriy 来执行的 那当然了 qeriy 咱们也可以 直接用它执行 任何的语句 比如说 在咱们 控制器里边 的 user里边 你现在用它 执行什么语句 都可以 比如说 faction 比如说 exec 我们就叫 exec 叫这个方法 这个操作 这里边 我只能用d 创建一个 user 里边 qeriy 我可以执行 任意的方法 那返回值 看一下有什么决定 比如说 这块是一个 dat数据 当然它的应用起来 不如前面那些 组合的方便 那些毕竟是帮你 去组合语句 现在这里边 比如说 我执行插入语句 直接写 insert into insert into 插入到表 那表呢 在咱们 比如说 我把这个单独写出来 如果你自己直接写表明的话 那就不太好了 看一下 先写一下 user 然后这块 咱们用 dollarfer user 如果你在这里边 直接写表明 比如说 细说 user 也是可以的 插入 id 当时不用插 增增长 比如说名字 年龄 性别 email 然后 v6值 括号 里边 值 几个值呢 名字 比如说abc 然后年龄 10岁 当然所有都最好用上单言号 然后性别 aa 然后email ahrab.com 你看这样的语句 他也会执行 但是呢 默认返回的都是什么 真假值 不是返回最后插入的id 默认返回都是真假值 你看一下 执行 exe 这个方法 你看下边的语句 返回是真值 insert into 插入的语句 也是可以成功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返回对应的值 怎么办呢 那一会咱们再说 先看下这个表明的问题 如果你用上这个自己主动写的表明 那么系统如果 如果表明发生更改的话 你就需要系统表发生更改的话 你就需要在程序里边也去改表明 这样比较麻烦 所以咱们 model里边除了 除了有执行方法之外 也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这个获取表明的属性 你直接可以通过 doll for user里边的 tab name 就可以直接获取表明 看一下 执行结果是不是一样呢 刷新一下 一样是获取到这个表明 这样的话 你只要 在这个里边 数据库里边将表明更改 那么咱们这表明会自动更改 比如说 在这里边 altr更改 tabre更改表 叫做 更改表 咱们是细说下话线 user rename 更改表明叫做细说下话线 user s 假如说你看 我一更改这个 我只要在这会表明一更改 里边地方就不用更改了 你看 刷新一下 直接变成usrs 因为它是自动获取表明结构 当然咱再把它改回来 不然的话 上面的例子就用不了了 嗯 改回来之后 如果程序里边 这会一去掉 看一下 自动也就改回来了 这就是 咱们框架里边 不光是有方法 也有一些成员属性 这点呢 咱们的手册里边呢 很少提到 只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我看好多 应用不如p 框架的 给我的反馈 这里边 好多都是在用表明 其实咱们这里边是有属性的 嗯 另外 如果你想返回 咱们这个QDIY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就是什么 CQ语句 CQ语句 第二个参数 则是什么 第二个参数 则是返回的状态 返回的状态 这是在第二个参数这块 什么叫返回的状态呢 比如说 我这会加一个第二个参数 如果我加 insert 那返回来的就是插入的ID 你看 返回119 再刷新一下 返回120 所以呢 你前面执行什么语句 后边就能返回什么状态 那最早呢 我也是自动判断 前面这个是什么词 控着 当然很容易取出来 然后呢 去设置 但是有的语句呢 千变万化 那你提取呢 有可能说 不太好处理 所以呢 这块就用了 让你手工的传第二个参数 帮你完成 那比如说 我这里边执行的是 查询一句 再说我执行的是查询一句 里边 sert select 信用 或者select id name 年龄 性别 from 从 $ user 里边的 tab name 如果 第二个 写上 select 默认值 你不写的话 它都是真假值 你看一下 它只能告诉你真 而并非 咱们查询的数据 如果你这块放上不同的词 第二个参数 比如说 我放上 select 那我这块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二维数组 如果我放上 find 查询的就是一条记录的一维数组 最上面一条 当然你根据外的条件可以组合是最后一条还是哪条记录 就是一条记录 看这块 如果你这块放的是 totl 那返回来的就是总数 86条记录 数据库里边 用con的兴去统计的 所以这块你写上什么词 它返回什么状态 所以这些词有什么的 都是前面咱们介绍过的那些接口 比如说有insert 有update 有delete update delete的返回都是影响横数 比如说有totl 返回总数 find 返回单条记录 slate返回多少记录 其他的 其他值 里边如果存其他值 或者是不存值 或不存值 全部 返回 真假值 全部返回真假值 这样的话 咱们用这个方法 主要是捕获一些漏网之鱼 什么漏网之鱼呢 就是前面咱们 与这组合不成的 比如说我想查看系统里边 一共多少表 那怎么办呢 直接用d 如果跟表没关的 那这里边比如创建库 创建表都可以 只要你有权限都行 比如售tbles 我想看一下 我这个库里边一共多少张表 当然了 我得需要第几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比如说select 那我现在直接就可以 把所有的表都拿过来 看一下 所有的这个库里边表都拿出来 我想看其他状态 访问笔 什么东西都可以取出来 只要是你能在命令行执行的 色口语军 它都能执行 然后你想返回二维数组 一维数组 总数之类的 这里边都可以用 比如说C-O-U-N-T T-O-T-L 总数 当然这个是得到这个 受这个命令里边没有那个总数 比如说F-I-N-D 你看一下 返回的就是一个表 表 这个库里边 在这个库的这个表 都能返回来 这就是咱们的Q-I-Y 那我都说了 这样直接插入数值的话 直接插入数值 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容易被别人思考注入 如果直接使用这个 那组合成问号参数 其实咱们可以用问号参数 比如说 插入数据的时候 这些值 前边有几个 你看 insert into 插入几个表 有几个值 我在前面就可以干嘛 就可以用几个问号参数 你看 现在前边 一共是 有四个值 我用四个问号参数 那这样的语字就能执行吗 你看一下 空 没有执行 告诉我们语字错了 只有问号参数 没有传值 所以我们对于这样情况下 咱们还有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 就是一个 所以数组 那数组中的成员 要和问号这个站位符 站位符号怎么的 对应 比如说 我现在想插入四个值 那你现在用这种问号参数的话 可以防四个注入 那我只要再加一个参数 ARIY加一个数组 比如第一个 传一个ABBBC 然后第二参数 传个年龄是10 第三个性别 传一个男 第四个email 传一个 HelloTerryBBC.com 你看一下 然后 第二参数insert 返回证价值 你看我插入的数值 你看就可以了 同样用问号参数 可以把值补进去 这就是 咱们 QIY方法的强大值数 它的主要目的 就是 在 上边的接口中 都完成不了的操作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选用QIY 那就可以执行 任意的四个语句 都可以用该方法执行 但是该方法三个参数 要记清楚 好多人不用第二个参数 和第三个参数 那是不对的 对吧 你要想让它效率高 安全 那你就尽量用第二个参数 和第三个参数 上面两个是关联差距 咱先展示不看 那看其他的一些方法 咱们说了 针对表操作的 咱们要使用 代表名的 如果不需要针对表操作的 咱们其实可以直接用D方法 括号就可以 比如说 这里边执行 这其实咱前面介绍过 这个D方法 比如执行 看一下我库用了多大 DB size 这里边有个Z方法 那我就直接能看到 我数据库用了多少空间 12.84KB 如果想知道版本的话 因为跟表没关系 VR SLN 这就可以直接 知道版本 还有这些事物处理 看一下 开启一个事物 跟表没关系 因为要执行多个表 所以我只要在这里边 就要用这个方法 比如说 开启事物 这样 我只要假如说 做事物处理的话 我主要这么做 D 里边 用B E G A N T R A N S C T I O N 开启一个事物 然后这里边判断 开启个事物 开启事物呢 里边比如说 你就可以用执行几个表 比如说优色表里边 我之前只写格式了 就不写操作了 比如这里边 Update 更改一条语句 更改什么呢 设置 什么年龄 直接写 年龄等于年龄 加一 那条件是 当然得看成一个事物的时候 才这么做 而且表必须是 IndoDB的表引擎 你才可以做 这个大家对事物处理 不太了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PRP数据库 那张关于事物处理的 在PDO那张 有写 然后也可以借助一下 咱们的前面录制的视频 去看一下 比如外条件 ID是13的 执行这个 然后 比如说 如果执行 如果执行成功的话 假如说我在前面 做一个状态位 比如说标记 FLAG 等于比如说 真值 如果执行成功 他就会返回什么 不执行真值 取个法 如果执行失败 这块 FLAG FLAG 就等于 假值 假如说再执行 同样的一个 一写语句 假如说我在对 文章表 当然事物处理 并不是用户表和文章表 这个一致性 只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 34条语句 里边 我再更新一下 update 更新 文章里边 比如说 VIEW 访问数 等于VIEW 加1 这样的话 如果执行失败的话 同样 等于 假 任何一个有假 他都是假 然后这判断 如果$FA LG 如果执行成功的话 RAG 如果执行成功的话 一起提交 直接定用D方法里边的 COMMIT 直接提交 就是咱们这里边 用到的 这个方法 如果执行失败的话 否则 如果是 全部回滚 上面两条都让他失败 你用D直接回滚 RORBCK 就可以搞定了 就会 全部 回滚掉 这就是事物处理 但这个只是给你写个格式 你要好好看个事物处理的时候才用 只是告诉你这里边D方法 可以不用这些东西 就可以搞定的 好 这是咱们介绍的QERY和J方法 那在咱们这个框架里边呢 还有 SETMSG的方法和GETMSG的方法 那这两个方法又是干嘛的呢 看一下 在咱们写成语的时候呢 通常咱们会写Model 你看 在Model里边 咱们执行SETMSG 如果有错误提示怎么办呢 比如这个方法 我这里边执行Z4里边的 如果 定用这个方法 Z4里边的 假如说 Insert X数据 就是更新吧 嗯 Update 更新 年龄 等于年龄 加一 那 WAR条件 这块是一个 ID等于13的 比如说 11的吧 没有这条记录 那 如果在这里边 去写一些思考语字的话 你就站在Model里写 Model里写 会有一些错误提示 如果失败的话 成功的话也好 如果失败的话 是不是得提示给用户啊 但是Model是不能把数据 直接提示给试图的 用户显示的 所以呢 它可以暂时保存到 你看 用SETMSG 设置消息 设置什么呢 这样写 呃 是修改用户 年龄 失败 你看 在这写这个 当时可以设置多个 设置 MSG 你看 可以提示多个啊 呃 不能这样做 你看一下 那我调用这个 呃 MySQL的我的SQL的时候 你看一下 当然这个最好换一个方法啊 M MySS吧 你看 如果我调用这个方法的话 失败了 那错误消息 我用这个保存到这个model对象里边 而并非直接给 呃 试图 它必须得交给控制器 控制器 才根据情况 给不给试图 所以在这里边 你看 如果调用一下 $User等于D User 你看 这块 在下边是返回针 在这块是返回针 你看 如果我在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在这块 如果用$User 里边 比如说 MySS 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如果成功了 那我这块就直接提示一个 SUCC ESS 提示成功 如果失败了 你看 否则失败 我得让用户知道失败啊 你看 我可以用这个取出来 用$User 里边 用 GET MESS 设置的消息 在model设置下 可以用这个取出来 比如说提示个用户 我可以用错误消息提示 或弹框提示 或者直接我P打印提示 你看一下 热心一下 写错了 我看这个方法 名是SiteMSG SiteMSG 应该用$Z4里边的方法 直接调 我们有这个 $Z4里边的MSG 好 看这话 修改年龄失败 不能这样做 反回来的是一个什么 反回甲 然后打印的是 User里边 GETMSG GETMSG 这写错了 MSG 你看 修改用户 不能失败 不能这样做 所以这两个作用 就是什么呢 在model里写的 主要是目的 咱们不是这个 MVC三层吗 看一下 MVC三层 分别是 视图层 控制器层 和model层 在控制器里边 如果有错误提示消息 可以直接跟他进行通信 他消息给他 而在这个里边 model里边 不能绕过这个消息 直接提示给什么 提示给他 所以model就是什么 有错误消息 保存到这个对象里边 然后在这里边 通过这个 获取到控制器里边 在控制器里边 再提示这个前段 是这个目的 所以在model里边 写一些提示消息的时候 你都给他放到 用setMSG 可以放一个放多个 本身的model对象 放到这里边 在这里边 咱用这个model对象 咱用getMSG 去取 是这个目的 如果你需要用到的时候 可以借助一下 这两个方法 好 这就是这节课 我向大家介绍的 其余的接口 那咱们在 数据库统一操作接口里边 现在咱们只剩下 关联查询 和 关联删除了 这个下节课呢 咱们再重点介绍一下 因为这两个呢 是有一定难度的 好多网友给我反规 说这两个 简单用起来可以 但复杂用的时候 有些参数呢 还是弄得不太明白 所以呢 咱们专门用一 在下节课 专门用一节课 详细介绍 R select和R delete 好 这节课咱们就 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人生自古 随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 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 冰中 精作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 不学 PAP 老大 土上 不学 洛盈亲友 如香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年 不学校 处处 学 PHP 我在 天愿座 以命 再订阅 学 西修 PHP 祝你 寻他 千百度 不然回首 大人 正在学 PHP 大人 大人 在学校 还能 海外 天愿庭 小学生 小学生 大人 不学生 大人 小学生 小学生